嗨,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分享一個就是 我們在控制馬達上面 除了速度之外 我們有時候還要控制馬達的扭矩 馬達扭矩單位以牛頓米為單位 那很多人不曉得 這個牛頓米到底是怎麼去定義 或者是怎麼去讓人家有感覺 怎麼馬達的選用也好 或者是我們需要做到像這種 很薄很薄的張力控制 所謂的捲繞 放捲或收捲 讓它去控制到這個表面張力 是一個我們要的張力值 當然我們就是 就必須要導入所謂的扭矩控制 剛好最近在組裝設備 這是我常用的工具 電動一般很平常的電動起子 這還是大陸製的非常好用 又耐用 這上面會有刻度 這個刻度基本上你要活用它 因為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螺絲 我們必須要去調整它不同的鎖的那個 螺絲所鎖的那個那個頸度 然後很多人不知道這個上面的單位是什麼 既然它是一個直流電機馬達 我相信它會標示這個刻度 我假設它是牛頓尼 那我要怎麼去驗證而實驗這個東西 是不是是正確的 可以當成參考的 OK 我就是 我就去找了在工廠順便找了一隻 哇空那個年代所留下來的一個 一個圓規 我們在機械 在畫線上面所需要用到的圓規 這個這個歷史應該是超過四五十年了 那我就是來實驗 當我夾住這個固定端 那我要馬達要產生多少的力量 多少的扭矩可以讓這個東西帶動上來 OK 我就開始來計算這個東西 那我就把這個拆下來秤重 然後把相關的尺寸這個力幣什麼的資料 開始用一個很簡單的 競力學 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理論值需要 九牛頓米 我看得清楚還是看不清楚 Anyway 這是我計算的 我算出來大概就是要九牛頓米 才有辦法讓這隻東西 給順利的轉動起來 那我們先來實驗一下 這個是固定端 我就把它鎖上去 OK 把它鎖緊來 那一開始好了 我們先設定為8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東西能不能轉得起來 這個小朋友在家裡不要模仿 因為這是非常危險的動作 OK 要轉 又轉不太起來的感覺 所以我們可以驗證 這個東西 在8的刻度底下 是轉不起來的 那我再把它 往上調一格 9 好我們來試試看 有 還是上不來 一點點 慢慢的慢慢的 還是有 它動的程度會比剛剛8還多一點點 好吧 那我們再把這個刻度 調到10 這樣怎麼看 OK 調到10 這有三角形 調到10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轉得起來 OK 這個在家裡真的不要模仿 你會發現 10 基本上還是 動不太起來 但是 我們再把它 調到11 我們來試試看 讓它扭矩 越來越大 越轉越快 就是 這樣我就可以 很清楚的知道 我所計算值 大概在9點多牛頓米 然而 我這一把電動旗幟 必須要調到10以上 才可以讓它轉了起來 當然這個裡面有牽扯到一些 細部的 我還沒有計算到的 這一些 小的行星跟重心的位置 Anyway 那我們就可以很確定的是 我們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怎麼先去計算 利幣跟利距的關係 求出重心的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反推回來 這個馬達 到底要出多少的力量 才可以讓它捲繞起來 希望這樣子 對 對大家 有幫助 去理解 何謂牛頓米 這個東西 當然 這個必須要經過 一個簡單的一些 計算 然後 你知道了材料的條件 我們就可以去控制 所謂的馬達的扭矩 最簡單的應用 像這種 每天在用的捲筒衛生紙 你要把它收起來 就是必須要靠 扭力控制 速度控制 才有辦法去維持 才有辦法去把它收得這麼漂亮 才有辦法去把它收得這麼漂亮 因為我們都是控制所謂的表面張力 所以 在這個 了解了何謂牛頓米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的去精算 我們在捲對捲控制 或者是 轉軸馬達 所驅動的滾輪之間的張力差 進而達到我們所需要的一些自動化的控制的功能 希望這對大家有幫助